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呀 歡迎回到Bremis and Doggy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為何在英國看電視要付錢 在香港住慣了就覺得看電視要付錢真的很荒謬 明明一個電視台用廣告就已經可以維持收入了 為何在英國無論在哪一個電視台都要收錢呢 做了一些研究之後就想跟大家分享和分析一下 為何英國要收TV license TV license 顧名思義就是看電視時要付的一個牌費 雖然差不多所有TV license收回來的錢都是給BBC的 但無論你看哪一個電視台 只要它在播放的時候看 真的不是on demand的 那你就需要付TV license TV license 現在就157磅半一年 圍起來就大概13磅一個月 所以原來你在英國上看的電視也要付十幾磅一個月 那為甚麼呢 這次要講一下TV license的歷史 TV license本身是一個radio license 1922年的時候 英國政府就覺得聽收音機應該是一個收費服務 而不是一個靠廣告收入去營運的免費服務 之後在1936年有黑白電視機的時候 就同一個license就包括電視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們就正式把這個license變成一個收音機和電視機的license 當時的收費就是兩磅 到了1968年的時候 他們就加了一個收費給一些油橫式的電視機 之後去到1971年 聽收音機就不需要再有license 這個就正式成為TV license 但是收回來的錢其實都是被BBC用來做收音機和電視節目的 所以最初政府決定用收費模式來聽收音機 一路演變到現在就繼續用收費模式去看電視 當然這個TV license的收費模式有它的好處 例如說是不需要看廣告 不是政府給錢或者廣告商給錢 所以BBC就不會受一些政治或者商業的因素影響 但是其實這個收費模式 是不是大部分的英國人都普遍接受的呢 其實之前也有不少人提出過說應該要廢除這個TV license 政府的回覆就是2015年2016年做諮詢的時候 有六成的人都認為這個TV license的模式是不需要改變的 而在2027年要再去評估的時候 政府就會再考慮究竟是不是應該廢除這個TV license 但是根據YouGov這個專做民調的網站就顯示 只有18%的人認為BBC是應該用TV license的收入來營運 而有35%的人反而覺得應該是用廣告來營運 那到底這幾年人的想法改變了很多 還是因為兩個收集數據的方法很不同 所以有這麼大差別呢 不過我自己就沒聽過英國的朋友投訴 為什麼要給TV license 而且很多時候BBC製作的節目都是他們自己的童年回憶 例如Teletubbies也是BBC的傑作之一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這個收費模式很不公平 因為我自己就比較少看BBC的電視 如果是直播的電視我通常都是看播 例如是Sky或者BT 但是即使是這樣 我也是要給TV license的 其實就可能有點像 迫所有人subscribe一個BBC的subscription 但是現在看政府的取態和反對的聲音 似乎這件事都是在的 所以如果來英國想看電視 就要有心理準備要給TV license 不過如果你平常很少看直播的電視 又不想給TV license的話 我另一條影片就會說一下 有什麼方法你可以合法地不需要給TV license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或者我們在Facebook page留言 Cherio